那對於內政委員會 對於海委會 這個管主委 有所謂篡改 這個立法院議程 報告內容 我們在這裡深表遺憾 畢竟啊 國會並不是屬於 哪一個政黨的 這是全民所托付 一個監督的立法機構 對於過去前所未聞 一個看守的政府 竟然在兩岸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這金門的壯產事件 甚至會引發插槍走火 危機國安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全民都能夠了解 事實的真相 而海委會的管主委 竟然用如此巨傲的態度 來篡改立法院 即將議事的這個主要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這裡 不只予以譴責 更應該要管主委 跟整個國會道歉 更改這類的東西 不要看到這些文字 就好像開始台灣話 講一句話說 阿基達 沒有必要 因為我覺得 還是要呼籲我們行政機關啊 真的還是要尊重民意 所以去篡改這些基本上 你可以表示你的理念 但是不能更改人家民意機關 定定的這些議題 管閉林主委 從事發到現在為止 他用很低調的方式 默默地在做事 默默地要把這件事情化解掉 這是正確的 因為這是因應現在兩岸的情勢 還有顧及我們國家的尊嚴嘛 我們不想跟中共直接面對面 硬碰硬 那引起區域的危機 那倒是部分的 在於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用這個方式去挑釁 我覺得非常的不好 他們兩位不幸的身亡 這是事實 大家覺得很難過 替他們很抱歉 但是他們犯錯在先 甚至可能是犯罪啊 那麼對這樣很可能的走私的 這樣不法的傳知 我們警告而且驅離 這是正確的事情 這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嘛 那也很多國家也都會面臨 有這樣驅離的時候 那難免會產生一些不幸的事件 但是從來沒有說 像我們目前遇到的 這樣子偶發的這種不幸事件 引發成這樣子不可收拾 好像不可收拾 然後來質疑我們自己國家 這樣努力成功的這些官員們 還有海巡署他們的這個 很多辛勞 我覺得這個是大可不必這樣子嘛 是在程序上對趙偉有失禮的地方 但是立場上 我不能夠讓海巡署失禮場 所以程序上失禮的地方 我當然有跟報告說 我對外有做了這樣的表達 上其量差 他也接受了 所以到底是主委 您自己要改名 還是海巡署要改名 海巡署改個名字 但是我絕對不是本人 對我說 不是律師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